- 还有一双次诊脉之后换了药方 似乎是新增了几位药 也不知道这次药效如何 七湘 你向来知道些药理 你帮我看看 玉宁 我 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我 我真的知道错了 事到如今 你还想说什么 我知道 我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 但我只想你知道 我真的不是有意要害十三爷 我真的没有 我也是被人利用 得知十三爷伤势严重 我才明白自己犯下大错 可是已经无法挽回了 我发誓 我当时只是想让你出个丑 顶多从马上摔下来 可没想到 那马竟然癫狂伤人 我真是笨 居然相信 那只是个玩笑而已 你说得对 不过你现在说什么也没用 不管你是被人利用也好 还是无意害人也罢 我都不在乎 因为事情不会因此而改变 翊翔的腿 也不会因此而好起来 对不起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你现在这么跟我道歉 想要我做何反应 翊翔因为你所谓的玩笑 现在卧病在床 我看着他那么痛苦 我根本无法原谅 这一切的元凶 你如果真的想要道歉 不妨今后他梁双眼 明辨是非 这样无论到什么时候 都不会再轻易被人利用 小薇 你到底给我准备了什么惊喜啊 这么神秘 反正是神秘的东西嘛 我跟你说啊 我让你睁眼 你再睁眼 听到没有 好好好 爹 什么啊 嗯 什么呀 帅儿 三 什么 二 一 叹叹叹叹 这 这是 这是小薇你做的 当然啊 这是我从设计图开始亲手做的 当然 七香也帮了我不少忙 来 跟你说 这个轮椅 可跟一般的轮椅不一样 你看 它可以拉这个扳手 这个轮椅就会稳稳当当地停下来 是不是特别方便 哦 这么厉害的东西 我真的是头一次见 来 和上来试试 来 咱附近这手艺 简直不得了 难怪附近这么着急要做好轮椅 嗯 试试试啊 试 停 小薇你做的这个轮椅 真的比宫里的人做得还要好 心灵手巧 你在屋子里困这么多天了 我推你出去走走 现在 对啊 能啰 来 来 走走 小薇你小心点 快点 走 臣妾给皇上请安 哦 德妃啊 皇上 您近日咳及又犯了 臣妾啊 用川贝和雪梨煮了水 喝了这个 能生津止咳 清热润肺 您趁热喝了吧 德妃有心了 我打 要不要为您训太医啊 皇上 吴大爱 老了 老了 朕真的是老了 木槿残光啊 可到了这个时候呢 朕才发觉 有有许多未经之事啊 可是日不暇起啊 大飞啊 正考虑 你们都先出去 朕 是 朕考虑 是时候该为大清选一位明君了 也好复习子和 寄成朕未经之业 让江山绵延不绝 皇上 您现在的身体啊 依然康健 何必有此忧虑呢 而且您决断英明 不管主意于哪位皇子 他都一定不会辜负您的厚望的 现在的皇子中 当属老四和十四 在朝中欲望所归 最深得真意 他二人都是你的孩子 可心性品行却大不相同啊 国家安康稳定之时 需要守城之君 可眼下时风外乱 边疆尚不安定 更需要为君者 骁勇果敢 向老十四那般的风度气魄 方可胜任 朕考虑啊 在老四和十四当中 选派一人代朕出兵 老十四向来在军中威望甚高 可老四更有统领经验 你认为 朝廷大事 臣妾一介女子不敢插嘴 还是全凭皇上听懂 也好 朕再好好想想 这一次 我们应该从策放推进 安插在这里 定可以打他个措手不及 十四 你依下如何呀 十四 想什么呢 想什么呢 你想什么呢 没什么 大哥 没什么 我看 你是在想家事吧 十四 明慧这个女子呢 聪明 烈性 但是她却一心只为你筹划 定是对你 用情不浅 我一直以为你们二人之间 是逢闯作戏 各取所需 可是现在看来 你对她是包容 疼仇 你也用情很深哪 没想到啊 八哥我当时 竟也看走眼了 八哥 既然我娶了她 她便是我的父亲 无论是真情还是假意 都是我的家事 八哥您就不用再管了 你是我的十四弟 我是你的八哥 你的事 我怎能不管 八哥我是关心你 我希望你们夫妻二人可以 琴瑟和鸣 和鸣共处 这样八哥我 才能安心啊 我希望她跟不住你 你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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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你别打了 你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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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了 错了 我的天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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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有我在 没事了 你承开我 她的狠力 源于她的过往 她也只是一个可怜人罢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